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查集体坟中理 已找到164具遭俄军屠杀的平民遗体 洛杉矶线汽油价格到本周末连续12天微幅下调 加州也依然继续保持全国油价冠军 北加一所特许学校的一名教师因涉嫌猥亵儿童而于周三被捕 目前被指控犯有29项猥亵儿童罪 俄罗斯大螃蟹在海鲜市场价格大跌 现在只要平常一半价钱就能买到 上海市副市长宗明9日在防疫记者会上哽咽 感谢市民和一线防疫人员坚守 并坦言很多工作做得还很不够 林瑞阳与张婷在中国经营的品牌TST婷秘密 已被市场监管部门认定构成组织策划传销违法行为 并处罚金 基辅消息 英国首相强生今天突然抵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 并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谈 展现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强生形容乌克兰郑洁丽对抗俄罗斯的野蛮侵略 继一周前在俄罗斯部队撤离后的基辅周边城镇 发现大量平民尸体后 强生是本周末造访基辅的最新一位欧洲领袖 强生在推特发文表示 今天我在基辅会晤我的友人泽伦斯基总统 展现我们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支持 我们正驻守拟定新的金融和军事援助方案 这是我们全力协助他的国家 奋力对抗俄罗斯野蛮侵略的名正 洛杉矶消息 南加州和宾县警方近日在拉金塔市 拘捕了两名涉嫌非法情色交易的华裔女性 查获现超万余元 两涉事华女来自洛杉矶县华人聚居城市 另据警方资料 已有数名华女在内陆从事非法情色交易被拘 此次执法行动现场查获现超14000元 拘捕了卖淫女刘梅雅 50岁 盛盖博士居民 吴果文 43岁 阿罕布拉市居民 他们涉嫌利用居宅从事非法情色活动 目前关押在印第欧市Jan J. Benwa居留中心 基辅消息 乌克兰检察总长维尼迪托威8日透露 基辅市郊城镇不查集体坟种礼 已找到164具遭俄军屠杀的平民遗体 另外 俄罗江卡一座遭炸毁的大楼残垣底下 也找到26具罹难的平民尸体 局担忧会有更多被害平民 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8日在访识不查后 痛斥当地的大屠杀 揭露俄罗斯军队的残忍嘴脸 誓言加速审查作业 让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国 洛杉矶消息 洛杉矶线汽油价格到本周末连续12天微幅下调 9日资助汽油价格平均每加轮下降1.8分 但平均油价依然保持在每加轮5元87分高位 加州也依然继续保持全国油价冠军 不少华阳民众表示 现在每次加完油看到如此飙高的金额 都想骂三字经 目前洛杉矶线油价比一周前每加轮下降了12.6分 但依然比一个月前高出22.2分 比一年前的同期多了1.901元 旧金山消息 列志文一所特许学校的一名教师 因涉嫌猥亵儿童而于周三被捕 目前被指控犯有29项猥亵儿童罪 35岁的高尔是Making Waves Academy学校的一名生物老师 据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称 他于周三上午从夏威夷度假回来时 在沙迦缅度被捕 根据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周五发布的声明 检察长指控高尔在2021年至2022年间 与7名未成年人发生了大量性行为 包括与未成年人的性行为不适当的触摸 以及在网络平台上分享性爱照片 高尔已被拘留保释金为190万元 莫斯科消息 俄罗斯大螃蟹在海鲜市场价格大跌 现在只要平常一半价钱就能买到 俄国进口的帝王蟹价格大跌 已经吸引许多南韩人蜂拥到市场或餐厅捡便宜 路透报道 来自俄罗斯的巨大帝王蟹 以及体型小一点的血蟹 龙虾 之前在南韩是很贵的美食 近年在超市或网络销售管道越来越热门 二月底俄乌战争爆发后 售价挤进腰斩 因为欧美等国制裁俄国 禁止海鲜输入 中国几个大城市又陆续防疫封城 没出去的俄罗斯螃蟹就更朝南韩销售 上海消息 上海市副市长宗明9日在防疫记者会上哽咽 感谢市民和一线防疫人员坚守 并坦言很多工作做得还很不够 一定尽全力改进 然而不少中国网友并不买单 非常不满 据报道 宗明表示 三月份以来 上海广大市民朋友以高度的自觉自律 支持配合我们的防控工作 他坦言 对于大家反应的问题 发出的呼声 感同身受 很多工作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离大家的期望还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一定尽全力改进 台北消息 林瑞阳与张婷在中国经营的品牌 TST婷秘密 因为涉嫌违法传销 今年1月遭到中国相关单位调查 还传出6亿元人民币资金遭冻结 经过4个月调查 已被市场监管部门认定 构成组织策划传销违法行为 湖北省宝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 是违法传销 要没收违法所得 1927.99万元人民币 罚款170万元人民币 以上就是今天世界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